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青山总是跟待父亲后面慢慢地学会了捕鸟的小技巧 长大后马青山自成副业也曾以捕鸟饭鸟为生 因为长期与鸟类接触 马青山十分熟悉各种鸟类的生活习性 并研究出了一套专门捕鸟的独门匿迹 因为懂鸟 马青山慢慢觉察到西里海内鸟的种类和数量在变少 马青山的心里渐渐有了负罪感 2016年情况发生了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 马青山利用自己的捕鸟技巧 帮助爱鸟志愿者们在解救挂在网上的黄胸吾 看到被解救的鸟自由地飞向天空 马青山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他也意识到这门手艺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随着天津市宁河区加快实施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十大工程 七里海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 马青山只要有闲暇时间 就会利用他的独门绝技 配合相关部门和志愿者一起开展鸟类救助工作 2020年 一只带着捕猎家受伤的东方白贯出现在七里海 受惊的东方白贯极难捕捉 协助相关部门马青山开始营救 他根据东方白贯的习性 在冰面凿洞涉网 自己在芦苇地里搭棚蹲守 成功地将这只受伤的东方白贯捕获 并实施了救助 这几年的保护咱们七里海的鸟类是越来越多 物种越来越丰富 今后我们会更加地努力保护七里海的鸟类 争取让更多的鸟注足在咱们的美丽的七里海 从捕鸟人到护鸟人 马青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守护南来北往的鸟 守护着美丽的七里海 马青山用自己的油 鸟人到每天都在一起 这条路只有三公里 三公里穿完走 然后走路 贵州大阪水国家森林公园及周边林区共计四万余亩 护林园每日平均步行两万余步十余公里 他们的四季坚守让这片青山依旧 我们在大阪水工作了十四年 前年我们就在这边发现一只被那个护林的手上的鞠子 我们护林园马上都把它救住就放生 十四年来 敖地韬也见证了当地森林覆盖率的不断提升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近期四川卢州进入森林高火险期 每天清晨 河江福堡国有林场的工作人员都会来到停机坪 定时放飞高空巡步的大型无人机开展火情监测 卢州市地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 是四川省重点林业市 全市森林面积936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51% 在这里 科技防火渗透于绿水青山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写下了生动主角 这架图灵E15固定翼无人机 是卢州市打造的天 空 地 人监测系统中的高天监测验 可实现最远60公里半径 2000米高空范围内持续巡航 飞行时长可达5个多小时 低空森林巡护 则由24小时自主巡航无人机组负责 自动开库 自主巡检 智能采集 自动返航 全流程自动化 减少了人为操作的失误 使低空监测更加安全高效 可随身携带的小型无人机 成为新时代护林员开展巡护工作的神器 辅助他们将脚步延伸到过去到达不了的地方 在地面 多重计防措施共同筑起到坚实的屏障 处立于群山之巅的高空云台 进山入林交通节点的高清摄像头 哨兵系统 以及布设于林区的火焰探测器 火显因子综合监测站 24小时监控着森林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现火灾隐患 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设自动无人机机场7座 前置无人机226台 布设视频监控339个 智能卡口190个 整合配备护林员2470名 力求将计防手段 融入到生态保护的每一个环节 指挥中心辅助决策系统 像是一个智慧大脑 忙碌地汇总着各方数据 为铺就决策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 为了加强前后方的协奏配合 日常应急演练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铺里面冬建坡 距离正北方向大便米厨 发现链店 请毕竟前方查看 收拾收拾收拾 放下过去 你指挖管不站 你下去梁度一定发现火星 请毕竟前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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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赞表后进行火星出水 虎差为止 去水店 别的得 请毕竟前方查看 手机终端 你应该要求 铺里面决策达指定为谁 开座呼行出水 以指挥中心为核心 前方指挥部为枢纽 火场指战人员为主体 指挥调度系统 确保了各级之间的 快速响应与高效协作 管带铺设完毕 请供水 以科技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 未来 卢州市将继续整合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深度破解森林防火工作 面临的难题 为四川森林草原 防灭火技防能力建设 提供样板和示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